不是紅褲子政治人出身 不過我都深明白 政治就不是只是講 所謂theory理論的 而是講現實 講執行 講實踐 再用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民主制度之務 這麼多年的演變 為什麼今時今日都保留有皇室 有上議院這個所謂 baristocracy的制度 有下議院的 民主制度 就算澳洲 全世界公認西方國家裏面 甚至歐美國家裏面 都是在法律上 是最肯走前 最肯嘗試新的試驗 很多法例其實是澳洲是領先全世界 歐美國家的先行先試 都仍然保持著 他們最高的 起碼代表性 都仍然英女皇 因為政治是要求 看回國家每個民族的演變 去進化過程 保持社會穩定去做 不是說一個很清楚 一二三四五的標準 有這些我們就有民主 有這些就有理想 有這些就有烏托邦 是沒有這件事的 只會製造混亂 我們很多同事經常說功能組別點不好 直選點好 很多東西都是對的 全部都是理論來的 實踐那時是怎樣的 主席 我還沒說我預備的稿之前 我趁現在有些同事還在 回應剛才同事說幾句說話 鄭家庫議員說 不應該支持這個新地區 超級議席 因為會合理化了功能組別 但是同一個道理 同一聲音裏面 他支持今天的修訂 今天的修訂不是正正是 雖然是微調 都是把功能組別合理化了嗎 然後很多同事批評 分組點票 包括鄭家庫議員剛才都說 是很大罪惡 沒錯 制度本身是有些缺陷的地方 但是我們有沒有誇張了功能組別 或者個別界別的重要性 而低估了地區直選 個別地區的 私心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用回譬如保險帶的例子 如果一個政策 一個建議 一個動議 正是幫保險界 對其他香港社會 包括工商界 所有港大市民 都無益的 你猜會過到這個會 其他同事不會阻撓他嗎 只不過因為有些地方 功能組別整體來說 是相對希望社會穩定的 比較保守的 也都看的角度 就不像得正是從 修修那個角度看 而是要從比的角度看 去受的角度看 又或者 為什麼我們看回我們的 譬如說 特首選舉的組成 選舉團的組成 或者功能組別的組成都好呢 多多少少子反映了社會 其實不僅是政治人物 才有代表性 這個社會不僅是政治人物 說了事就算數 這個社會 又有四分三的其他人 同樣關心社會 同樣有很多重要的影響 同樣要求社會上面 讓它有代表性 包括我們的勞工基層界 宗教界 包括我們工商界 金融界 包括我們專業界 這些都是社會上面 是四分三 粗略地說 一個影響力 一個組成 而真真正正的政治人物 恐怕我們承認只是四分之一 可以留一些代表性給他們 否則的話 如果我們取消了 所有其他這些工商界 基層宗教界 專業界的代表性 或者參與性 我們可能 將譬如說 長毛成議 黃毓民成議 將現在所有 我們議會上面的人成議 那對於整體的代表性 是不是有 害 還是有益呢 好 何秀蘭議員 昨晚我們要有一個進程 要學習的進度 有些東西科技上 的確我們可以吸取其他國家文化 的 進程 錯誤 經驗 一步到位 包括我們現在的高鐵制度 的確是 連美國都非常之妒忌 因為美國太多年來 只是搞他們的道路網 但是沒有發展他們的鐵路網 今時今日發覺到從環保角度看 從效率角度看 中國是遲來的春天 發展的發展跳躍網是比他們優勢多很多 環保很多 有效率很多 但另一方面政治上恐怕就不是能夠 可以馬上將人的模式搬過來抄 這個不是科技來的 政治制度是深深 借根於當地的人民的歷史傳統 他們的DNA 很多事情發生過 不是說一晚之間可以改變 搬過來用 這樣做只會製造混亂 我們見到很多中東國家 甚至現在彈仲國家 以為推翻了他的獨裁政權 就可以馬上令到當地人有幸福嗎 所以很多時間慢慢浸淫出來 用回剛才的例子 為什麽英國都要這麽多年 才推動很少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西方國家 特別美國 很多年來已經用電視 轉播 無論是在primary 在第一輪選舉 或者在正式的總統選舉上 一些辯論 多番辯論 但英國都要拖拖拉拉很多年 才肯最近這一次 肯容許手上的選舉 是用電視直播一些辯論 但是馬上已經中了招了 馬上令英國本身 本來很強調的兩黨 兩大黨的文化 出現了很微妙的變化 現在變成多了一個三個黨出來 令到現在 可能他們被迫要行一個比例代表制 令到英國 比較注重他們 比較穩定一些的一個 保守黨和工黨的兩黨 的政治社會 是出現了現在可能是 很多其他歐洲國家 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政權不得穩定 所以政治這件事不是說就這樣 好像一個 很精準的一個科學的方程式 計算出來就可以用 是要針對地方 針對那個人 那個國家的民族性 他們的歷史 包括他們的包袱 他們的慘痛經驗 他們目前遇到的困難 而香港的一國兩制之下 是全世界獨有的 是很難 很難 處理的問題 有些朋友甚至將香港相比於 好像直布羅陀 直布羅陀 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問題 好像中東某些國家 種族上 不同的種族 一個社區現在不同的種族 很深的仇恨 很深的距離的時候 是不容易馬上行一些直選的民主 這樣做 只會令到當地即時馬上 是變成兩個社區 香港雖然我們沒有 囂張地沒有民族上的 深仇大恨 沒有宗教上的深仇大恨 但是恐怕我們仍然深受 意識形態上的深仇大恨所影響 我們不少在座的同事 他們的父母輩 他們的祖父輩 可能或多或少 都曾經受到我們國家 這百多年來 一些發生的歷史事故 蒙下了一些陰影 心理上 在他們的血裏面 在DNA上面 或多或少 都有很重的陰影 這些情況恐怕 如果我們馬上要強迫性地 去一個很快的進展 使得令到香港的社區 是會 在意識形態上 一分為二 只是製造混亂 而這十多 回歸十多年來 見到的混亂 或多或少 是反映了這個現象 回應剛才有同事說 特別 梁國鴻議員 他說 功能組別很厲害 你們凌駕聲 我不想在這裏 還有一些簡單的口號 或者一些所謂的 挑起一些階級矛盾 就 破壞了一個理性的討論 我絕對不會認爲 功能組別的議員 的代表 是 優越過其他地區直選的議員 完全沒有什麽靈駕性 而事實上 《武亡記功能組別》裏面 都有三個席位 是勞工界的代表 他們都是充分 表現到他的才能 發揮了他們的代表性 但是我所說的主席 就是那個專精的問題 吳國鴻議員昨天 昨晚的時候 博我說 不是 很多資深大律師 比他更加資歷深 不是說那樣東西 說實話 我都可能比吳國鴻議員 資歷深 以大律師的資歷來說 我講的是說 你能夠多些時間 花在那件事上 自不然就會專精很多 為何今天這麽多項動議 不是由我們本會的任何一個 被吳國鴻議主席 吳國鴻議大律師 更加資深的大律師提出呢 而是吳國鴻議本人做呢 因為他仍然在功能組別裏面 他時間會多些 他可以專心做回法律界的事 包括 包括怎麽搞很多 譬如說 訴犯法院委員會 我留意到 很多都是吳國鴻議 主持也好 參與也好 都是專精很多的 其他不是沒有律師大律師可以做的 但是因為他們要照顧他們的選民 地區直選是很多事要做的嘛 這個是專精的問題 我相信任何一位在做的 律師大律師 如果他們專精去做法律界的事 肯定就同樣 可能在法律上 會比現在 是更加是更加做得好 主席回回題 講回今日 不可以議員 我講幾個點 有機會我可以再講其他 比較普通的說話 不過我希望呢 就 不論以前我們試過幾多次的辯論 我希望 我個人作為少少的參與 希望有少少的新的看法 我們功能組別是不需要從一個辯護角度看 因為事實上 剛才林建峰已經提過 包括英國 特別為例 多年前曾經研究過 考慮過 是不是可以引進功能組別 這一件事 但是做不成功 為什麼 兩大原因 一 記得利益者是不容易放棄 一個由沒有功能組別 而要產生功能組別的政治社會 是完全不容易地做 第二 要產生功能組別的最大困難 就是分贓問題 哪個界別有 哪個界別沒有 香港呢 意外地 或者慶幸地 當年 分野功能組別的決定的時候 香港人是完全如夢初醒 是完全沒有參與政治的 港府說怎樣做就怎樣做呢 是沒有什麼人去抗爭 沒有什麼人去爭取 甚至很多人是不想參與政治 覺得你們搞了它 我們賺我們的錢就算 在這種情況之下 功能組別才在香港順產 否則的話是沒有可能產生的 你看現在就算 現在說要改動任何功能組別的分野 打餐死 沒有可能 這是絕對不容易 是要經過很多的 心機時間計算 甚至是鬥爭 才可以能夠將功能組別 去慢慢去界定 清楚 回到來界定清楚這個問題 吳靠儀那個動議 當然有牽涉到旅遊界 我只用回旅遊界做例子 只可以證明 吳靠儀願是有心 花這個時間 但是可以說是一個閉門造居的過程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看回二十歐那裏 講關於旅遊界功能界別 他想說的定義就是所謂 working persons 所有在那裏做的人 包括那些什麼行業呢 對不起我看英文版本 所以容許我中英夾雜 他講說要 short term accommodation 的activities travel agency activities other reservation service and tourist related activities 跟著就說 activities of amusement parks and theme parks 如果用這個定義 所有 包括 娛樂 交通 飲食 零售 美容 整容 醫生 包括那些產婦 生產那些 全部都可以在這個界別裏面 因為任何和旅遊有關的 都可以說是這個界別裏面的人 都不要說是老闆 還是伙計 還是什麼 原因在哪裏呢 當然呢 我們可以弄到這個網子很大 但問題呢 就是說 我們怎麼去界定 哪些是有資格 那些困難 做了多久才有資格呢 為什麼法律界不能夠 只是包括大律師 律師以外 為什麼不可以有師爺 有秘書 有查水報的人士 甚至有些filing class 有些printing class 有些是譬如說 甚至是做翻譯的 都是跟法律有關的活動 如果我們這樣定義的話 其實法律界都可以 變成十幾萬人的 都不重要 這是理論 實際上可不可行呢 實際上可不可行 有沒有代表性呢 這個最大關鍵 功能組別 不只是幫個界別爭取權益 功能組別 只是一種方法 它有一個代表性的方法 去選擇代表 我再三強調 功能組別 其實不單是可能是一個過渡的安排 甚至應該是過渡到新一種 變種 優質種的一個民主制度的安排 這個潛質是香港發揮了 一國兩制之下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再繼續發揮下去 我想請問 方檢基議員 金剛才 personal